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像是刚刚讲到的新冠肺炎 让2020蒙上了阴霾 好不容易等到疫苗问世 却传出英国新冠病毒变异株 传染力比原病毒株高七成 更是让英国政府无奈在圣诞假期前夕 针对部分区域下达了封锁令 世界超过40国更祭出断行或旅游禁令 避之唯恐不及 没想到疫情居然变得更加严重了 对啊,其实病毒在进入宿主细胞复制过程中 本来就很容易发生自然的不变 有时候会使毒性强化 有时会弱化 虽然这株变种病毒传染力增加 但相对正面的消息是尚无证据显示毒性提升 因此人类仍可防疫阻止 并继续期待接种疫苗后使疫情趋缓 有出国的民众记得都要做居家检疫哦 那就让我们透过这则新闻来学习英文吧 第一个单字 疫苗 Vaccine 疫苗 Vaccine The vaccine was used to protect the whole population against infection 这种疫苗可以为全体居民预防传染病 The vaccine was used to protect the whole population against infection 这种疫苗可以为全体居民预防传染病 第二个单字 传染 In fact 传染 In fact There is a virus that infects word processing document recently 最近有种病毒专门传染word文件 There is a virus that infects word processing document recently 最近有种病毒专门传染word文件 最后一个单字 平均 Average 平均 Average My grades are above average 我的成绩高于平均水准 My grades are above average 我的成绩高于平均水准 这样各位都学会了吗 那下次再让我们一起听新闻 学英文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文早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早网路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